哈囉,大家好,我是Calvin,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當你在工作、學習、或是休息的時候,有沒有經常發呆呢? 所以今天要和您分享發呆用英文怎麼說 OK,我本人還是很喜歡發呆的 因為發呆的時候呢,整個腦袋是空白的 不用去思考任何的問題,自己是屬於很放鬆的一個狀態 所以第一個我們來看一下 Zone out Zone是表示區域的意思 Out是外面 也就是你已經不在當前的區域,你已經跳出了當前的這樣的一個區域 有種類似於靈魂出鞘的感覺 所以它表示走神或是發呆的意思 Are you listening to me? Oh, I'm sorry, I just zoned out for a moment 你有在聽我講話嗎? 不好意思,我剛發呆了一下 Number two, stare into space Stare是表示凝視的意思 Space是指空間 當你的注意力一直凝視著這個空間的時候 其實你是沒有注意到事物本身的 就像你現在在看我的視頻 如果你的注意力已經放到空間上去 可能你不是在關注我 所以,stare into space Space是指發呆的意思或者是走神 那除了用這個短語之外呢 你也可以說 Gaze into space Gaze也表示凝視或是注視的意思 或最簡單的你也可以說 Look into space Tom is steering into space during the class 上課期間 Tom一直在走神喔 第三個 Drift off Drift只是表示飄浮、飄流的意思 當你在發呆或是走神的時候 你的整個思想是不是一直在飄呢? 因為你不知道自己該放在哪一個點上 所以,drift off也表示發呆或是走神 This video is so boring I cannot stop drifting off 這支視頻很無聊 我沒有辦法控制自己發呆喔 No.4 Be in a daze Daze表示恍惚或是迷茫的意思 Be in 表示進入到什麼裡面 當你進入到一個恍惚或是迷茫的狀態的時候 這個時候其實你已經發呆了 那除了用這個短語之外呢 你也可以說 Be in a chance Chance 表示昏睡的狀態 或者是走神 也就是你進入到昏睡的狀態 或者是走神 同樣也是表示發呆的意思 I'm always in a daze when I read books 當我閱讀書的時候 我就會想要睡覺喔 OK,the last one Stare blankly Blank是表示空白 Blankly表示面無表情的 或者是茫然的 當你發呆的時候 你的整個表情是不是都沒有呢? 你的整個人處於很懵逼 很茫然的一個狀態,對不對? 所以 Stare blankly 也表示發呆的意思 Peter was just staring blankly at the TV series Peter只是呆呆的 在看著這部電視劇 好的,那這樣子有沒有搞清楚呢? 歡迎大家在下面的評論區 鼓衝和留言 如果你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幫我點讚和分享 聽文小介紹會 補定期更新 希望大家一定要訂閱 或者是關注我的頻道 我是Calvin 這裡是IE聽文教室 Catch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